多次未能通过一项职业英语测试的移民和学生抱怨说 考试门槛故意设置的太高就是为了赚钱 据报道职业英语测试是打算在澳洲卫生保健行业 找到工作并且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技术移民 必须参加的英语测试 这项测试每参加一次的考试费用是600元左右 为全国各地组织测试的私营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 一名帮助学生准备这项考试的教育顾问说 即便是一些在澳洲出生的人也难以通过这项测试 本欄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 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 AirPods今日宣项目联合冠名播出